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新加坡的垃圾问题 在1997年 李智正曾经说过要将新加坡转化成为最干净和健康的都市 新加坡就推出清洁活动 The Kid Singapore Clean Campaign 经过十几年到现在 问题不但没解决 甚至日益严重 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这个现象的产生 到底是教育上出的问题 还是我国人民的问题 我觉得是社会的问题 我觉得是学生本身的问题 我认为在垃圾的问题上 家长要负一定的责任 我觉得这个问题 教育和学生都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 我觉得这个问题 学生 家长和学校都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 当然是学生本身的错啦 人们为何乱抛垃圾呢 根据调查显示 垃圾桶太远 或者是他们根本就找不到垃圾桶 而且国人会有这个心态 就是说 反正不管我的事 这里又不是我的家 或者是只是小小的垃圾而已 或者是因为他们觉得拿着垃圾太麻烦 而且清洁工人也会帮他们打扫 公众如何看待乱丢垃圾的问题呢 55.3%的人觉得乱丢垃圾的问题并不严重 34.2%的人对新加坡的垃圾问题毫无关心 20.3%的人不以维持新加坡的清洁形象而感到自豪 13.2%的人认为乱丢垃圾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 8.6%的人认为乱丢垃圾不会导致卫生问题 也不会传染疾病 7.6%的人认为乱丢垃圾不会危害环境 丢在地上而已嘛 你要怎样 如果垃圾桶很远 你要捡起来走去那边吗 这样远 搭 taxi去啦 taxi非常贵 然后现在垃圾桶又不多 有一个 如果在fuel要找一个垃圾桶 在cantine我就丢在fuel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会这样丢垃圾哦 然后丢到学校这样肮脏 基本上我觉得是学生本身的问题 因为学校与老师基本上都有教我们对自己的东西要负责任 吃完或用完东西都要丢进垃圾桶 本身觉得是因为学生懒惰 在课室上 就算我们有duty roster 他们也不会跟着去做 也是因为懒惰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是学生本身的问题 那我觉得两者都有哦 因为如果学生本身他家里没有良好的价值观 他父母根本也就不理他的 没有进行研教生教 我觉得我们学校怎么样再教育的话 可能也很能改变他 所以必须要两方面互相合作 丢垃圾其实是一种坏习惯 同学们都知道乱丢垃圾是一个不好的行为 可是他们却不能付出于行动 把垃圾丢到垃圾桶里 其实同学们只要做好本分 对自己知道的垃圾负责任 在一群同学之中彼此互相提醒 保持环境的看见就可以了 OK I believe that students litter not because they are not educated from the time which they are in primary school till now schools have been carrying out very intensive programs on the importance of not littering I believe that the reason why students are littering is because they don't care not because they don't know they always feel that there will be somebody else the cleaners or their friends or the teachers who can pick up after them so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if you want to change it has to come from within and they themselves have to believe that the actions no matter how small will make society a better place thank you the littering problem in Singapore I think there's a lack of education among the teenagers and their lack of awareness that littering is also an offense and they can be liable for a fine of five hundred dollars 那我们应该如何改善呢 让我们接听一通林女士的电话 喂 林女士 你好 两位主持人 你们好 我个人觉得政府可以放置一些标语 比如说放在公园里面 或者是在一个公共场所里面 这些标语能够提醒国人要保持环境的清洁 同时也能够教育公众 这个保持环境清洁的重要性 谢谢 谢谢林女士所提供的意见 或许我们可以请清洁工人发工 让学生当一天的清洁工人 体验当清洁工人的辛苦 让他们知道没有清洁工人的后果 从而懂得珍惜他们在社会的付出和辛苦 怎么可能 或许我们可以从家庭方面着手 父母应该以身作则 做个榜样 从小灌输孩子保持环境清洁的重要性 不错 学校方面也应该指引学生 保护环境清洁的意识 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 清洁工人在清理垃圾时的看法 我少是我的工 没有办法 我不会生死的啦 不会生死的啦 就是看他们丢啊 他们乱乱弄啊 我就看一看自己这样啦 我不会生死的啦 做工 对不对 等一下他讲我 拿人家的工钱你要做工吗 丢丢我的宿友吗 你不会讲他们的啦 小灌达时的水果 做工 丢的水果 做工 丢的水果 做工 丢的水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